我们今天去尼泊尔做这家印度很大的航空公司叫Bestara 结果他们说他们overbook现在已经没有座位了 所以看他们怎么安排 我们今天能不能去乘尼泊尔呢 这位经理正在想办法 这工作人员帮我们说 他找到了两个小时之后 换一家航空公司Air India印度航空的飞机 然后非常好的态度 也会帮我们说行李 帮我们全套的带过去 一起办理托运 一起进入到机场里面 就是陪附着我们 同时还说还给我们29000卢币的compensation 因为他们就是overbook了 所以说其实非常好 29000相当于300美金了 我们整个四个人的票 从印度飞到尼泊尔才300多美金 所以他相当于把所有的钱费给我们 然后又帮我们订了Air India 所以这家航空公司也是很好的体验 其实整个的印度的这些人的服务态度 还有服务的理念都非常好 看德里的机场 还有免费的给小朋友们提供的stroller 像这种stroller的设施 我们之前在卡塔尔的多哈见到过 其实这都是体现在新德里 这是非常国际化 而且非常人性化 像我们刚刚也是航空公司的经理 一直带我们办理了所有的手续 然后也拿到了退款 其实你看像这么多卢比的现金 真的2万多 这对于当地那可能真的是30卢比就可以 三四十就可以轻松吃顿饭 消费这么低的地方 然后他们依然可以很诚信 很有服务意识的去给旅行者提供服务 其实这都是体现了这种印度德里 非常国际化的地方 我们机场设计的也很合理 非常的干净 好多印度特色的甜点 我们在印度最后一餐 这边还有做的Dosa 刚刚在印度尝试换外币 发现这里换外币 其实管制的非常严格 首先你必须要去有一个登机牌 飞往你去的目的地的国家 你才能用卢比买那个地方的外汇 普通人是不能随便买的 而且竟然每个人有上限 就是大概就只有100美元左右的上限 所以发现其实印度也是一个 对自己的货币管理的很严格 不是特别自信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任意的买卢比 但是你想把卢比换成其他国家的外汇 那就是要层层检查 所以我们就带着多的几万卢比 我们就到尼泊尔再换成当地的现金再用 然后也用一些卢比买了一些精神食粮和坚果 也是非常感谢这家行公司 但其实我们就想到 就像是当时在埃及也是这样 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 都是对外币管制很严格的 所以也看得出来 当地的人特别是中产以上的家庭 他们有非常多的顾虑 以及说是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拥有自己的资产 可以自由的交易 自由的去带到任何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 开始使用这些新的互联网货币 数字货币 因为当地的人非常大的需求 能够真的去拥有自己的财产 能够自由的使用和支配 和转移自己的财产 从这些国家也是能够看出一些现状 哇 这机场还有专门练瑜伽的地方 好 上飞机了 看 一旦尼泊尔就看到了 这是布达的出生地 尼泊尔还有美国大使馆的广告 说你可以在这注册上 就可以及时的接收任何的紧急的状况通知 刚刚在飞机上 我们前面的那一位也是来自加州 然后他有三个月在这旅行 一个半月在印度 一个半月来尼泊尔 他说已经是第三次来尼泊尔了 然后我左边那位 他就是尼泊尔人 他之前在印度非常热心的跟我们介绍 说尼泊尔人 你看很瘦长的一个国家 但是他只跟两个国家相邻 就是北边是中国 南边是印度 然后他很瘦长 所以说靠近中国的那部分 就跟西藏的生活方式很接近 然后他的文化 信仰都很接近 靠近南部的就跟印度很接近 所以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我们探索一下 看尼泊尔的传统服饰 主角 你刚刚捡到一个手链 你为什么给姐姐了 我有小的 而且你还说 姐姐如果你喜欢就送给你 是不是 我喜欢那个车 姐姐听你一下 看这里主要就是雪山登山 各种的tempo 是这儿的主题 所以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很多来尼泊尔独自背着登山包旅行的人们 这里也是欢迎来到尼泊尔 come meditate with us 跟我们一起来明显 看这是布达的出生地 这还是小米的广告 太棒了 来登山十几天 十六天 这家生活在哪 山西 山西 哇一个人来 这是我一直想来做的 就是来尼泊尔 然后登山你走 AB ACT 缓线 非常棒 那太巧了 我们的酒店就隔着一条街 几分钟的步行 然后这兄弟是第一次出国 就去了马来西亚 然后第二站就是尼泊尔 看着非常多街机的人 我们的酒店刚好可以提供街机服务 所以他就说 我们先去厅长看看 总是可以想到办法的 把这些人和行李放上 我们到了一个似乎是步行街的地方 还外面的街道哇超级干净 这感觉跟印度完全不同 好我们到了酒店 刚刚这个司机非常好 还算是免费搭载了 这个中国小熊那一趟 我们就觉得他也是第一次出国 我们想我们第一次出国的时候 他就说真的也是差不多的状态 也一出机场也不太知道 然后中文也不太会说 所以一会儿给这个司机点小费 感谢他们 看着尼泊尔的地图 布达是在这儿出生的 鲁比尼 然后这里就是Mountain Everest 这个Chitman国家公园也是很多当地的朋友推荐 那它的北境线以北这边就是中国的西藏了 看这也是布达的讲学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一进到房间里闻到的香味就体现出了尼泊尔特色 它跟印度的香就完全不一样 这酒店叫DOM喜马拉雅 我们在这儿大概是每一天68美元 是当地的五星级了 但是服务非常好 像我们接机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还晚到了半个小时 他也帮我们在那儿等着 还愿意搭载一个同行的中国小伙 都是非常nice的 非常有爱的一些人 看看室外 这边很像西藏的风格 就会挂这种晶番 这五彩晶番真的可以看到 仔细看上面都是印着晶纹 我刚从印度来尼泊尔看了一下时间 这还有15分钟的时差 之前就一直以为像中国比如GMT加8 西海岸美国西海岸是减7 就一直以为都是整点的 到了印度我们才发现它是GMT加5个半小时 然后到了尼泊尔才发现是GMT加5.45 还有45分钟的时差 现在当地时间11点19 然后Cupertino是10点34 中间差了多少呀 是某一个小时加15分钟 好吃三分 好我们准备出门去探索尼泊尔的首都了 看酒店大堂上面都是布达的像 这有好多布达呀 有一二三 我找到有十个布达 因为这是它的家乡 布达就在这儿出生的 出发 看这商店都是卖登山服睡袋的 说加德满渡是一座城市 寺庙比房子多 看这里有非常壮观的线缆 看这也是一条非常繁忙的街道 看这老外都没见过这种景象 看当地的小吃 看这走几步又有一个神庙 看这都是加德满渡城市的传统建筑 加德满渡的海拔有1500米 但其实呢 它的当地是一个山谷 两边的三个边都是被高山环绕着 而加德满渡就是整个地区的一个文化中心 它也是一个几千年的古都 我们现在马上要去它的古城区的中心的广场 就可以看到很多当地传统的建筑 还有人们的传统的生活习俗 看这里还有宠物商店 看这种登山的图 尼泊尔真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来徒步 攀登高山 登水山 他们的国旗很有特点 真的是一个三角形的旗 很少有国家不是正方形长方形的旗子 这也是一栋很特别的tempel 看这个小巷的尽头是一座白色的monument 应该说是一座佛塔 周围就是被当地的房子环绕着 背重物的时候会把带子绑在头上 文化特色就是牦牛 京帆 然后诸古老马坊 看这边很多文艺的咖啡馆 有很多老外在这里 看当地盖房子的人会现在把土 还有砖瓦放到墙上 然后后面还有人在清洗这些瓦片 看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加德满都市中心 最著名的景点了 杜巴广场 是17世纪左右建造的 里面有这种寺庙 有好几座寺庙 还有旁边的旧皇宫 然后这座寺庙的特点 它其实是印度藏传佛教和佛教的建筑风格综合体 我们可以在加德满都随处建造这种风格 你看这个寺庙后面是砖 木头还有铜建造出来的 它应该属于这种藤阶式的建筑风格里面最震撼的一种 据说是 我们待会去看一看其他的寺庙对比一下 看这也是他们曾经在1907年建造的宫殿 看这杜巴广场就是历代尼泊尔的国王加冕的地方 他们实际上国王一直存在了2008年 非常近代 整个尼泊尔国家才从君主制改成了民主共和制的国家 对这种建筑也是非常传统 你看就是砖和木头的组合 而且所有的砖都是发亮的那种感觉 左边这种特别的建筑就叫做库玛里神庙 也叫做女神活女神庙 这种库玛里女神庙是尼泊尔特别的一个文化 它认为这是女神的化身降临了 而女神其实是活女神 是一位很小的小女孩 她是从当地的一个本地民族 叫做尼瓦尔民族中选的 很小的女孩 但是她的就是被当作是女神 一直到她进入青春期 或者是意外受伤身体流血 这个时候她就认为神性消失 然后本地人会再选一位新的女孩 当作他们的活女神 看这小广场上就有很多的本地的商品 后面的建筑也是跟西藏的风格非常像 看米达在研究的就是当地尼泊尔的信箱 这栋坡又是广场上的三栋最高的栋坡之一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全部都是砖还有木头的结构 是1770年建造的 你叫什么名字? 尼泊尔这里就有非常多这种很现代的餐厅 那还可以看到有很多roof top 在房顶上的餐馆啊咖啡厅啊 我们到了一个food court 这里从中国的饺子然后到韩式饭 然后各个国家的饭都有还挺文艺的 这份看着很像饺子的这条菜 其实叫做mumu 看我们看一下这mumu啊 它其实相当于中国的饺子是由非常柔软的面皮组成的 然后呢它一般也可以炸 但是最传统的方式就是用来蒸 尝尝它的味道有鸡肉有牛肉 我们要的是牛肉的 就是它这种mumu呢 它其实也是尼泊尔文化的一部分 他们在招待朋友啊 重要的节日都会去包饺子 这道很奇特的菜叫做拉平 它是一道源自西藏的菜 但是呢在尼泊尔特别是加德满多非常流行 看上去很像是凉拌面的凉皮 所以说呢它的拉平 其实有点像是拉面的这种声音的意思 真的很像凉皮的味道 然后说在加德满多就非常受欢迎 本地人和外国人都来吃 里面这些脆脆的呢 就有点像是干脆面 它既有凉拌的也可以是鸡汤面 这种汤面 看这些包子还有大号的mumu 看啊这就是发面的大包子 也是叫mumu 试一下 非常香的牛肉包子 你看这牛肉馅里面还有洋葱 像刚刚那份拉平就是0.5美元 四个大包子1.5美元 看这水牛肉哇真的太香了 看这写的中国圆柱 for shared future 哇它背后是三条蛇 吃的腿都很腿的 好长呀 看这些18世纪的建筑都是木制的 保存了那么久 看这里是杜巴广场的九层神庙 Media在看啊这是中国援助的为什么呢 因为2015年的时候这里经历了一场地震 整个这个塔都塌了 对这可以看到地震前后的对比 因为这九层神庙是一个震损的文物 所以结合了这个建筑的特点 这可估计都是一些中国的工程师们来这研究怎么样去最好的可以修复这个木建筑 墙面上有非常多的细节 看到什么呢 天鹅 天鹅呀 还有什么动物啊 那是什么动物 有腰腹呢 这台车是当地的国王在1962年的时候遭遇袭击所乘坐的 整个庭院非常美啊 可以看到不同坐落有序的塔 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个水潭 是不是啊 舅舅 还有大象 哇 这庭院很美啊 这还有日本的朋友了 哇 看当地人的装束很特别啊 是眼影画在下面 然后前面可以听到风铃声 看当地人呢 拜完以后啊 会点一个小点点 哈哈哈哈 走 我们这边有一位画园的僧人 不行 还有禅艺的一幅场景 OK All right Good to see you 啊 Our friend visited China 2013年上海北京 北京 啊 少林 少林 哦 You went there to visit 少林 啊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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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were you a Hindu monk 或者 Buddha's month Buddha's month Buddha's month 因为这就是 Buddha's month Buddha's month Buddha's month Nepal Maybe English speaking Nepal Oh very good Yeah Oh you went to California New York No No STD Study Buddha's month You read books Yeah Yeah Mubai Yeah Mubai Yeah Good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